到底是什么样的怪兽可以刺穿阿斯加龙 并把太仙给吓死过去 又到底是什么样的战力 就连布莱泽也无能为力 还恶心的吃他口水 故事来到十年前 那时的心里还只是一个懵懂少女 她被一个东北花衬山乐团深深吸引 抖转心以时间如缩 十年后的一天 分浅队基地内 队长大白天出现了幻觉 只见布莱泽的身形出现在眼前 当他看到太仙倒了一杯烟奶之后 布莱泽作眼显现 抢锅太仙的烟奶便喝了起来 要知道这种女人喝的东西 队长可是从来没有尝试过 就在队友好奇之际 脑海中的布莱泽却与队长玩起了 你拍一我拍一的游戏 布莱泽玩得相当亢奋 大庭广众之下就要上身队长 队长再次遭受队友的围观 就在队长一番解释之后 队长成了大家眼中的异类 那场十年之约的音乐会 如期而至 而这四个大佬爷们 却在这里看起了流星 不 这并不是流星 而是一个魔方对着地球呼啸砸懒 于是乎 落地产生的滔天爆炸 引起了分险队的注意 他们认为 这只是一块普通的陨池 乐队开始登场 而领队告诉大家 这是最后一次演奏 台下有没有观众咱不知道 台上这F4 却不知道演奏的啥 随着灵异的乐曲弹奏之后 魔方突然炸裂开来 屁股萌的大表哥 嘎拉萌冒了出来 他手无足蹈的 配合着乐队的曲子跳了起来 原来这个乐队 果然不是正经的乐队 分险队立马赶到现场 副队同样作为总指挥处队 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 原来这个家伙是一个机器人 心里发现 现场的乐曲如此似曾相识 当然这就是他小时候 遇到的东北花柴山乐团 就在嘎拉萌在找地方挖呀挖之际 一团猛烈的炮火直接将他覆盖 来着正是钢铁猛男阿斯加龙 就在猛男降落之时 嘎拉萌苏醒过来 他奋力的一个直立 在音乐的驱动之下 嘎拉萌直面阿斯加龙 准备爆高高几炮之仇 两炮之后 嘎拉萌准备开溜 而心里还在对着音频发弹 他终于发现 此音频正是怪兽的遥控器 他居然想起了和乐队的十年之乐 直觉告诉他 这曲子正是他十年前所听 阿斯加龙将嘎拉萌撞到 嘎拉萌如打不死的小强 一个飞天之后 便越过了阿斯加龙 随后就背队偷袭了阿斯加龙 阿斯加龙掉转大脑袋 一拳之后 居然被弹了回去 心里飞速赶往演奏会现场 阿斯加龙瞬间遭受嘎拉萌的反扑 这一次就连饥壳也被刺穿 太现居然当即吓晕过去 队长几经呼叫无回应后 将太现带出了阿斯加龙的躯体 面对面前旁人大物的嘎拉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么布莱泽就要上身队长了 果然布莱泽从天而降 一个直勾拳就瞒中嘎拉萌 嘎拉萌再次倒地 布莱泽再次礼貌的鞠躬之后 嘎拉萌又直立起来 布莱泽想出其不备 再次攻击嘎拉萌 但是这家伙钢铁般的外壳 给了布莱泽不小的苦头 此时的杏黎充建会场 这家伙一看被揭穿 于是布装了摊牌了 原来他们正是嘎拉萌的制造者 禅人类 60年前 禅人类分散到银河各系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 就召唤嘎拉萌进行掠夺 随后便离开 这就是禅人类的生存方式 他们在地球安装了召唤器 剩下的就是开始掠夺地球能源 面对杏黎的逼近 几个小年轻禅人类 开始落荒而逃 但是杏黎一人却无法阻止他们 家伙还是老赵拉 这只老蝉依旧在指挥着杀拉萌 召唤出棒子的布莱泽 一棒子敲中杀拉萌的脑袋 毫无效果不说 还被他给顶撞了出来 杀拉萌拍拍削爪子之后 所产生的冲击波 居然禁锢住布莱泽 就在杀拉萌疯狂输出之际 也是布莱泽头疼欲裂之时 这几只小蝉剑老蝉不讨 于是也返回控制心理 心理无法面对 十几年前的偶像居然是个大坏蛋 此时布莱泽已经顶不住了 身中杀拉萌一脚之后 后仰倒地的他 再次遭受杀拉萌的踩踏 布莱泽居然毫无办法 关键时刻还得要看心理 这个世界终于安静了 杀拉萌在关机迟缓之后 最终还是停了下来 身中子弹的老船站了起来 而杀拉萌却口吐鲜血 这恶心的玩意 留了布莱泽一脸 布莱泽二次召唤武器 两枚光纹在手之后 居然切了杀拉萌的双臂 随后将杀拉萌举过头顶之后 也抱在布莱泽的双臂之上 不得不说 野傲就是野傲 连爆炸都不用躲避 至于老船的结果如何 你们猜